社會案件要來看到是桃園這名男子呢 當時闖進了民宅來刑切 就偷了30萬的財務之後落跑 他很擔心會被認出來 所以呢他還變裝 也告訴家人說啊 他現在有錢了 可以去越南娶老婆 就以這出國為由呢 來設置斷點 但其實啊 他的犯行 這監視器全部都排得清清楚楚 在掌握了嫌犯行蹤之後 就趁著他回國的時候 在機場賴抓人 男子入境 立刻被員警攔了下來 一連串問題 男子卻是嚇到說不出話來 那東西咧 你那天那些偷的東西咧 電視器都拍得清清楚楚 原本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男子月中潛入民宅刑切 一舉一動全被監視器清楚拍下 人在防火象四處張望 眼見四下無人闖入民宅刑切 而且犯案前還刻意戴上手套 避免留下相關機證 偷了30萬現金跟金氏之後 他告訴家人要去越南娶老婆 就潛逃出境 出國旅遊意圖製造斷點 遠景掌握其返國時間 將其查期到案 並起貨帳戶 民宅偷記案件 警方調閱周邊監視器追查 刑切後男子變裝逃逸 擔心被拍到 還會刻意拉低冒岩 最後是搭火車離去 不過警方掌握行蹤 就在23號下午3點多 趁著男子跟友人返國的時候 在桃園機場逮人 你那天不是有搭火車來桃園嗎 你媽媽載你過來的啊 有沒有 有還沒有 回來的時候也是坐火車 從桃園火車站買票 做回來 不然我每次來找你幹嘛 男子還沒離開機場 就被逮個正著 身上還被搜出沒花完的現金 當場人贓俱貨 這下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記者王小華 桃園報道